近载运通 十年某一件 双刃未成事 今日把市均 sale不平市 大家好 我叫小赫 钟离荣 欢迎收看最帅的 化容点睛 今天咱们家庭股价值数 没啥变化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今天而已 今天昨天 三个礼拜五 都是一样没啥变化 它就形成一个 盘整的格局 盘整的格局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代表说 它一定没有办法操作 但是因为现在的结构的部分 它就是在进行做调整 所以我跟你们说 你如果真的要买股票 不要说买股票啦 你如果真的要做会 不管是做多或做空 你真的等了 不要急就张 一定要做做做 每天都买买买买买买买 同学 看看自己手上有的 我们现在会员手上有的是什么 cash 高现金部位 至少七成到百分之百以上 不要看自己手上没有的 每天看人家在介绍 看这支股票涨停板不赞喔 我告诉你因为a 因为b 因为c 因为d 所以它怎样 它涨停 够定工 可能买了以后隔天套 买了以后隔天套 买了以后马上套 如果你最近操作是这样类似的状况 不管是你自己做 或者是看别人告诉你怎么做 是这样的状况 去想一下 我告诉你的另外一个选项 流线紧看行情带主流出手 那不是差不多了 行情摘下来时7980点 不会游泳怕水 不会跳伞怕高 不会操作怕跌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说 指标背离乃为操盘手之最大警讯 意思是放空的人你要小心 后面就真的嘎上来了 对不对 这段放空的就被嘎了 可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12月17 那时候我跟你说近代主流浮现 大跌撤堤是最好的测试 流线紧买黑麻嘛 生计已经来到尽头了 不要做太大的梦 事实上这段时间生计都没有涨 想到这段行情这段时间 由12月17日开始一直到今天 大家会觉得 哇怎么那么难做 怎么会那么难做啊 吃这个也仰吃那个也仰 买这个也不对 买那个也不对 空这个也不对 空那个也不对 怎么样都不对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想你真的有下去做的人 你会懂得我在讲什么 我现在回过头来 从流高现金这一天是12月17开始 大概已经经过了四个交易日了 上星期是十五、五、一、二、四天的时间嘛 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你就会清楚明白 为什么我告诉你说这天大涨135点 他不是攻擊他 還會再下來測一次前滴 這是今天主要分類指數的漲幅 我們如果當看這一天的話 你可能看不出東西來 所以有的時候你不是看一天兩天 你看分析 看分析 也不是分析一天兩天 它不是單元距 它是連續距 你必須把一段時間把它串起來 你才能夠看出行情的結構 面貌跟波段的方向 所以有的時候我在說的東西 我昨天講什麼 今天講什麼 後天講什麼 它是接在一起的 不是今天看見大漲 我們來做多巴 看見什麼股票漲上來 我們做多這個巴 看見什麼股票跌下去 我們把這個股票賣掉巴 不是這個樣子 絕對不是這樣 招來招去 招來招去 有一天你會招到腳抬去 過度頻繁交易你會輸在手續費交易成本的部分 來看一下 12月17日上個禮拜四 我把這幾天漲幅最大的類股指數 我都把它標示出日期出來 12月17日漲最多的是金融股 然後來到12月18日漲最多的是玻璃 再來來到12月21日漲幅最大的是運輸 也就是昨天 那麼今天漲幅最大的是食品 換句話說金融跳起來 我分析金融 因為怎樣ABCD到腳底 然後馬上就套牢了 玻璃陶瓷漲上來我趕快去分析它 馬上就套牢了 運輸漲上來我馬上去分析它 馬上套牢了食品馬上漲上來我馬上去分析它 然後馬上就套牢了 你如果去單看那盤面上漲最多的那個族群 你隔天幾乎都會沒什麼賺錢 我不要講說你大賠啦 都沒什麼賺錢 這就是目前盤面上 我跟你說沒有主流的狀況 可是如果是有主流的狀況 它會一段時間 因為資金一直圍在這個地方嘛 這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差別你知道嗎 會反應在什麼 反應在成交量上面 這個768億是尾盤最後一盤有人偷偷戶盤 你看戶這個 最後一盤 結五千上來 還有這個 結千里上來 這在戶盤 這是在戶盤它才有這樣的成交量 如果行情沒有主流的情況下 它是不會有成交量 不會有成交量的情況下 我的均量會怎麼樣 會黃金交叉嗎 即使會也會非常的短暫 聽得懂嗎 那如果沒有黃金交叉的話 指數怎麼可能會大漲 所以為什麼這一天開始 我跟你說流高現金這一天 大漲這一天高現金 它就盤一二三 這三天的時間 所以你去速度看 這是什麼 這是鑽石理論 這就是指數的迷思 加權股價指數的變化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短期之間強漲的格局 會決定大盤的強度 漲135點 一樣都是漲135點 動金融跟動電子 跟動電子的什麼東西 它就代表是後面有沒有後續 可是我們一般人眼睛只看到 噢今天漲135點 再回過來看個股 嗯沒什麼漲 再告訴你就是說 沒有關係明天會補漲的 那不是這樣 都是這種心態做股票 對不對 所以要斷定大盤的走勢 必須先抓住強勢的指標股 每個波段的漲勢或跌勢的初期 都會有強勢股 墨段都是起漲起跌 強勢股的漲幅 會是大盤平均水準的3倍到5倍 那麼強勢股的部分 一定是強勢股去帶動強勢類股或族群 最後帶動大盤 所以你們看指數做股票 就會反應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看那指數行情好 然後我再去買股票的時候 那股票真的好的都在半天高了 那有些人就順應的心態說 我們買那個落後補漲低基期 買了就套 好 現在回過頭來 這是12月17號 在下小弟我跟你講說 生計 他要做整理 指數位置在206.57 今天生計算不錯喔 長0.67個百分之 你看這個 我跟你講要整體訊號在這邊 這是上來要整體訊號 為什麼 因為中域跟浩鼎嘛 中域整理 今天浩鼎 今天中域大漲 可是呢 他也不過就是整理 這個格局就是整理 好 那麼今天所有的上櫃生計當中 漲幅最大的 是陳業一跟金宇 金宇只有10塊錢而已 再來就是中域對不對 那麼中域我們已經斷定是盤整了嘛 對不對 那陳業一的部分今天是最強的 公道漲停板 好同學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判斷一件事情 生計股叫小赫有沒有看錯嘛 他搞不好轉攻擊嘛對不對 漲最多的股票 他是漲這樣的 他是這樣 從這邊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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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漲上來的 那我問你 生計是攻擊嗎 如果今天生計要攻擊的話 要走什麼 要走中域 要走號頂 而且要兩支都同時走 甚至創新高連續上去 那我就相信了 可是沒有啊 所以生計怎樣 櫃台的部分他一樣沒有成交量 要正視這個事實 不要為生計而生計啊 所以啊 這段時間沒有主流股 沒有主流股 那麼相對來講 你就留現金啊 才不會怎樣 下一步行情上去的時候 真的行情真的是上去了 可是漲的不是你手上的股票 那就很糟糕 那現在有沒有主流的浮現 我就告訴你沒有 所以我們怎樣 充電 充好電 充實自己要了解盤面上的語言 後面才能做得更好啊 否則永遠都是指數漲了 漲了漲了 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我的股票有沒有漲 不是這個樣子嗎 那昨天我也回答很多人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地方不去做空 因為電子真的很便宜啊 可是便宜歸便宜啊 如果買的不會動 我也不會想去買它啊 我常常講說高跟低不存在 因為持有股票如果不動 就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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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師不應該只是會分析 今天股票漲上來 我告訴你它為什麼漲 應該是要告訴投資人 現在這一支股票漲上來 它是不是買點 或者是今天這支股票跌下來 沒有錯 它是因為什麼ABCD跌下來 但這個地方要不要賣它 要不要買進它 如果買進它的話 風險在哪邊 可以做的空間有多少 這個才是一個 我認為中華民國給予證券分析人員 這張license 最主要的因素啊 不是這樣子嗎 否則你看昨天 面板大漲 大家分析面板 這漲停啊 今天不動 這也是啊 三十八月尋創也是啊 漲停啊 這個就不動 這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啊 但是今天的買盤 就可能變成明天的賣壓 就是這樣啊 昨天南科很強 這是因為合併的關係嘛 算出來說 EPS可以貢獻至少六塊到七塊之間嘛 今天打到跌停板了 所以啊 現在 手上有股票的同學 這句話把它聽進去 看看自己手上有的 不要看自己手上沒有的 因為有的 要把它處理到妥善之後 你才有資格做下一波的操作 那麼手上如果沒有的同學 要為下一波的行情做準備 要充好電 要充好電 所以我跟你講說 技術分析 讓股價變得有跡可循 不是只是會判斷行情會上去或下來 而是在什麼時間點 我們應該要休息 我們需要觀望 我們需要騎關山看賣燙 因為我常常講說 我們不是趨勢的創造者 我們是趨勢的跟隨者 當行情沒有趨勢 沒有一個方向的時候 觀望也是一種操作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好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無分珠 無分珠 好 不然小賀 退休規劃 技術分析絕版除清 純刀教材DVD 兩萬五起 不再版 不再刷 十五千里 空前絕後 增強絕響 把握最後機會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鍾老師 寫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才叫叫小賀 持股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取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叫小賀 02-2781-0909 2781-0909 不再版 不再刷 十五千里 空前絕後 增強絕響 把握最後機會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主事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解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明記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賴士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 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士堡委員在台北市 聽澳 花博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同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士 前一波行情回來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說 我認為電子股當中的IC設計 非常非常的有機會 可是那時候 確實有資金進去 後面被兩黨的候選人打槍了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說 入資參股半導體 這個東西 他是趨勢 他不可逆 就是不管誰當選 後面這個東西一定會 陸續陸續去推動的 因為這是沒有辦法去阻擋的趨勢 他沒有辦法阻擋 那麼 沒有辦法阻擋的情況下 這個趨勢 只是往後去遞延而已 可是之前進去的錢 如果卡住 他會想辦法去做解套 那麼當然今天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排名上的IC設計 算滿整齊 而且算比較強勢 一點的族群性 比較有這樣的族群性 那你們可能會回過頭來問問說 那是不是 我講對了 是不是這個地方要再去做IC設計 我給你們看這個 這支股票我賣掉了 那我也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買在這邊 我可以不用賠錢 買 甚至有小賺 因為你看套牢的人是誰 對不對 這個人套牢嘛 所以他要拉一個 不管他今天是不是解套波 這也不是同一個人 這好多人啊 對不對 那麼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時間點是在12月 中旬發生 那OK沒有問題 可是很抱歉 現在已經來到12月22號 記得一件事情 做帳跟結帳是一體兩面 做帳跟結帳是一體兩面 不要看見投信買就去買股票 不要為了投信 因為投信買而買股票會被電到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不認為IC設計這邊動 是有後面的力量的 是有後面的延續力 甚至於會有反作用力的 投信的部分我講了很多次了 你看這個8433的紅帆 這個也是我們賣掉 投信買以後賣掉 這投信買的位置啊 後面投信也卡住啊 不要只是看法人去買啊 對不對 F信心 這也是啊 投信大買的時候就在高點啊 我們買在哪裡 我們買在這裡啊 這樣一個波段上來嘛 對不對 8341日友 這也是啊 投信買在這裡啊 我們也都出掉了 這都出掉了 好我就提示到這個地方 我反而要請大家去注意今天一則新聞 因為它後面上 後面可能會發酵 成為盤面上的利空 你們看這個 iPhone充銷售量 印度降價16% 那麼當然報紙上面跟你講說 iPhone的6s跟Plus iPhone 6s Plus 上市兩個月就下調 歷年來所見 那可見什麼 可見目前iPhone在印度遇到的瓶頸 那麼鴻海大力光等供應鏈可望受惠 這邊我打一個問號 它是一個利空 怎麼會是可望受惠咧 它是一個利空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談 那因為大力光跟鴻海的部分 今天報紙上有提 我不多談 因為我不認為說它是一個利多 那麼相對來講你們就看 可是我認為最直接會影響到的是這個 拉近一點 這個是驚嘆號 驚嘆號在交通規則裡面 代表的是危險 今天價格是142 那你認為這個會不會影響指數 所以我跟你們講說 電子股要成為主流 還欠一個條件 行情破7980之後 去做最後的下殺取降測試 如果那時候是主流 會員 就算是跌停板你都給我尻 如果不是 高跟低不存在 不要為了便宜而便宜 不然就買下去都天天便宜 就變成一個空頭市場了 所以要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要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要為了自己勇敢改變站出來 這幾天大家都在講說電子股很便宜 所以啊 在別人的眼裡是一個 庭上掉下來的禮物 當然就會有一些併購的議題出來 其實這件事情從日月光併細品這件事情 我已經跟大家講說這後面一定會成為趨勢 所以你看 最近這個影台 甚至於再早之前的日月光收購細品 甚至是美光收購華雅科 它都形成一個很明顯很明顯的潮流 可是這一些都是外面的資金來做收購 那本土跟本土之間的收購 因為這幾天的一個法院的一個判決 它縮手了 我認為這對現在的資本市場它會是一個傷害 它真的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這地方有一個變數出來 我認為這個議題 就可能沒有辦法立即性去做發酵 沒有錯你很便宜啊 你說你自己本益比很低 12倍13倍 香港更低耶 10倍而已啊 那憑什麼在人家眼裡你很便宜 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去做比較 你跟大陸比較做便宜啊 但是跟香港比較做貴啊 所以有些時候你不能只看事情人家給你看的東西 人家選擇給你看的事情 而是你沒有看到其他的面向 可是這些東西 其實技術分析都會告訴大家答案 我這樣講好了 我跟你講因為結構的關係 所以不會有成交量 我在這一天講的嘛 我跟他講我不是攻擊嘛對不對 盤整盤整盤整 不是嗎 可是這個再漲135點那一天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你們當然後面就會看到 比如說外銷訂單 不如預起來 等等等等很多的東西 中共一句話啦 這個行情買起來 一定要以退為進啊 撤7980或破7980 它才是一個出手的機會 這個地方 留高現金不要硬拚啊 趨勢就像一面鏡子 映射多空同時反照人性 所以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也會擔心選舉變數 但是持有股票為什麼 因為被套勞了嘛 所以只好持有股票啊 不是這個樣子嗎 現在留在賭桌上的幾乎都是輸家 幾乎都是輸家 那下一波真的行情要有變動的時候 有利可圖的時候 真的有行情的時候 你哪有子彈 上去你就等解套等解套等解套啊 所以習慣鋪成輪迴啊 輪迴決定命運 所以大海之水可引進 剎那心念可樹之 虛空可良風可細 無能說盡佛境界 我的佛叫做技術分析 所以我再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回過頭來嘛 就是說你的命運 如果現在是變成是沒有辦法賺錢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改變你之前的習慣 抗行情的習慣 操作的習慣 選股票的習慣 進出場的習慣 那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啊 你才有機會啊 否則就算真的有行情的時候 你也是蛋蛋蛋蛋蛋 前一波不是真的有行情嗎 前一波真的就是有行情啊 請問一下這一波你有賺到錢嗎 上去都沒賺 那下來總可以賺嘛 放空可以賺啊 下來也沒賺 那要怎麼樣才能賺 橫向整理也沒辦法賺 說到底是什麼問題 思考邏輯的問題啦 同學 一買突破二買壓回 三接跌停 我在證明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買多少 多少買 多少賣 127塊 出掉 為什麼掌停板鎖住要賣股票 按照公司去做 127塊 今天117塊 127到117這樣差10塊錢 10張就10萬塊 我問你 知識它值多少錢 投資自己值不值得 哪有掌停板鎖住在賣股票的 哪有人這樣做的 公司啊 有命可以採出手 沒有命可以採出手 沒有命可以採出手 就不要硬做啊 剛 一年365 剛打開進去出出 進進出出 這樣子才叫做 做股票 這樣才叫做 玩股票還是被股票玩 去好好去想 一次千分之六的成本 十次就百分之六 一百是百分之六十 你不選擇有訊號的時候做 而是沒訊號的時候拚命做 或者是持有大量的股票 然後每天晚上睡不著覺 那做股票怎麼會開心呢 F訊星 有行情的掌停板都追啊 對不對 我也不會去忌諱跟你講說 我真是追漲停嘛 我就是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就是買在這裡 買多少就買多少 我的命叫做好嘛 講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嘛 真實的行情就是這邊要盤整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觀望 拉高現金部位嘛 講真實的績效 就是買在129 134 150還加碼 156全部都出清嘛 155到150 是那些雞蛋的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最後一筆 這一天預告的 後面來到138 今天呢 130塊半 這次我也出掉啦 我都說過 138塊你去抓 你跑了 你不要來找我啊 這就是技術分析啊 一進一退之間都有依據 你看這個 當力的時候就力嘛 127 隔天200塊一樣買啊 高跟低不存在嘛 因為它有訊號嘛 240塊半 拉回來的時候 一張都沒賣 我也是明著告訴你 最後240塊出掉嘛 這也不需要秀啦 因為後面到250以上啊 但我標 賣掉以後 無啦 多這一根 結果咧如果去追的話 又套牢了 這是現在目前盤面上的現象 我跟你講結論 但是重點 你知道該怎麼做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嗎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白髮蒼蒼四銀條 老樹無根怕風搖 家有黃金純白斗 快買菩提 錄一條 有的 快要沒貨了 限量限時 玉石不厚 帶上三顆星 電話波通 就 對了 但是 龍城 飛降賽 不叫狐馬 杜英山 散會真之聲 化榮點睛 感謝你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波通 財運 橫通再會 拜拜 總統支持朱立倫 立委 立廷 立廷 羅明財 不熱小賀 退休規劃 技術分析 絕版除清 成刀照材DVD 兩萬五起 不再版 不再刷 十五千里 空前絕後 增強絕響 把握最後機會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拿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 02 27810909 02 27810909 3709 1706 170 sneez 2709 5709 2708 1709 3809 3709 1709 3709 3709 哇 將在這兒好聽的歌 江湖好賣啊